父亲出轨小三,妈妈被迫离开,于是小三就成了华仔的后妈。 她理所当然地不喜欢这个后妈,在她的床上放玩具吃猪,送给她惊吓礼盒。 她做的早餐也被华仔嫌弃地打翻,可是后妈却总是忍下怒气,温柔地继续照顾她。 可华仔却不领情,她不情愿地接过后妈递过来的羽衣,一出家门便直接扔进了垃圾桶,却不想碰到了一个神秘人。 神秘人手中的药水意外洒落,滴到了一棵小树上。 来到学校,妈在因为身高的原因而被同学们嘲笑排挤,这让她更加抑郁,总希望自己能够长成大人,不再被欺凌。 她放学回到家,坐在树上,又看到了父亲和后妈恩爱的场景,她又开始渴望长大,彻底摆脱后妈。 之后,她便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游荡,就在这时,她发现早上丢雨衣的垃圾桶旁边,突然出现了一棵参天大树。 树上还挂着自己扔的雨衣和垃圾桶,这让华仔突然想到今天早上撞到的那个神秘人。 而神秘人也随后出现在这里,她骄傲地对华仔说道,这正是自己研发的生长药水,它可以让神物体以数百倍速度生长。 这不正好是华仔需要的东西吗?长大了就不用住在家里,更不需要看到后妈,也不用在学校里被欺负。 她随即尾随神秘人,趁她不备,偷走了药水。 神秘人迅速察觉,连忙追了上来。 华仔在逃跑中不小心摔倒了,药水顺着伤口进入了身体,可华仔并没有在意。 她不想回家,又冷又饿,只好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将就一晚。 可就在她睡着的时候,她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手表被撑开,鞋子被撑裂,她已经完完全全长大了。 这让华仔兴奋不已,她连忙跑回了家,拿走了自己储存已久的零花钱,又换上了父亲的衣服。 临走还不忘把家里搞得一团糟,故意给后妈添堵。 她随后来到学校,找到了好友大雄,大雄并不相信面前的这个高个子是原本的华仔,甚至想要叫来保安。 华仔联盟说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,这才取得大雄的信任。 随后她又装作大雄的哥哥,带着大雄名正言顺的逃课。 两个人特地来到了一家酒吧,想要体验一把大人的生活,却看到了学校的李老师正和副校长约会。 华仔则联盟拍下了他们两人的照片。 玩了一晚上,华仔顺势来到了大雄家里,却被大雄的父亲以为自己是老师,而留下来吃了顿饭。 华仔看到大雄一家的温馨景象十分羡慕,华仔住在大雄家里。 第二天早上,华仔竟然长出了胡子,可是他并没有在意,而是和大雄一起来到学校,却发现,副校长正在告知父亲。 如果父亲负责的球队再不取得胜利就会开除他,这让华仔忍不住走上前去。 刚想用拍到照片威胁校长,可大雄却手快一步,直接把照片发给了全校师生。 这下,副校长的秘密曝光和李老师的秘密也同样被曝光了。 当华仔找到李老师的时候,他正躲在一间教室里偷偷地哭泣。 华仔原本就很喜欢李老师,现在更是凑上前去安慰他,成功地俘获了李老师的芳心。 可第二天一早,华仔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白发,仅仅三天的时间,他就变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。 而为了不吓到李老师,华仔便给他留了一张字条,说是约他今晚去看电影,随后他连忙去找神秘人,想让自己不要老得这么快,却找不到。 没办法,他只好剃掉胡子,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。 而在前去找李老师的路上,他却看到了父亲和副校长一起走的路上。 华仔连忙跟了上去,一路跟着两人来到了游戏厅,华仔和父亲交谈一番,才知道原来大人也有自己的苦恼,无处发泄的时候,只好来这里放松一下。 父亲则觉得华仔是个不错的朋友,于是带他回了家。 华仔回到家后,先是和弟弟碰了碰头,这个兄弟两人常做的动作让弟弟意识到了什么,而华仔面对后妈却并不老实。 他一直在用第三者的话题挑衅后妈,后妈忍了许久终于爆发,他愤怒地拿出一张照片质问父亲。 而这时华仔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亲妈才是第三者,可是他不敢相信,不断地要求父亲说实话。 父亲一怒之下将地赶着出去,后妈却忍不了了,他愤怒地收拾东西,想要离开这个家。 而为了留下妻子,父亲只好选择自己离开。 华仔则在窗外看到了这一切,他沉默不语,找到失落的父亲,这才知道。 父亲一直都很爱自己,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错了,于是他到处去找神秘人,想让他将自己变回来。 他不想长大了,他想要变回去,可是到处都找不到神秘人。 而当他路过那棵突然出现的树时,却发现这棵树已经枯死。 华仔意识到如果再找不到神秘人,自己也会像这棵树一样垂垂老眼。 可是随着他双手的皱纹越来越多,头发越见稀疏,他找到神秘人的希望也越渺茫。 最终他狠狠地摔在地上,狼狈不堪,而神秘人也终于出现在他面前。 华仔则看着神秘人放声动哭,泪流满面。 试问神秘人为什么现在才出现,让他尽快将自己变回来。 他想要回家,可神秘人却告诉他生命难得可贵,一切都不能重来。 与其想要回到过去,不如抓住最后的时间,好好地活一天。 华仔终于醒悟,他找到了李老师,陪着他从电影开始,等到电影散场。 他询问李老师,他还会继续等下去吗? 李老师虽然不认识面前的老人,但还会微笑着回答他。 会的,因为他有的是时间。 华仔遗憾地笑了一下,毕竟他已经没时间了。 随后,他找到父亲告诉他所有的经过。 父亲看着面前头发花白,满脸皱纹的儿子,也流下了眼泪。 他责怪儿子,这次出去玩的时间真是太久了。 父子两人相拥而弃,最后父亲带着他找到后妈,可后妈已经收拾好行李,带着弟弟准备离开。 而面对父亲的讲述,后妈却一个字也不信。 这时,弟弟却叫了一声哥哥。 后妈听到后终于停下了脚步,看着面前垂垂老矣的华仔。 华仔也终于和后妈敞开心扉。 他感谢他的体贴和照顾,只是因为自己的顽劣而总是惹得生气。 他为自己的错误盗窃,也为自己亲生母亲的错误盗窃。 后妈看着面前的华仔也原谅了他以前的顽劣,将他拥入怀中。 而此时的华仔也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般,在母亲的怀抱中沉沉睡去,永远不会再醒来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